在职场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些所谓职场的办公室办公族 所谓办公族也只是指开会的时候精神逆逆 但是办起事上来的时候就是有心无力 上班不准时 下班又怕迟 如果主管在这个时候遇到这些表现不济 或者粗行不好的员工的时候 太过严厉严苛将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到时就继续很难合作了 但是如果作为经理 经而不理 不闻不问 又会破坏了 甚至会影响了其他人 令到事情深化恶化 以至无法达到公司的期望 主管在这个时候就要发生即场解决施 也就是说运用简易的启动模式 令到员工的表现和他的粗行改善 极简的启动模式 我们可以套用 提醒主管是需要保持和谐和良好的关系 I Identification 也就是说要为对方 帮助对方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 而不是告诉他有什么问题 N Navigation 思考导航 每个人都会倾向于接受自己想出来的解决方案 所以主管要懂得运用提问的技巧 令到对方会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 最后 O Operation 操作实践 每个人他去旅行的时候 很需要一个教练在身边协助支持 而主管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为他属下的好教练 在Joseph O'Connor 所写的这本《Coding the Brain》里面 有很深入地讲及到 这种无意识的不合作态度 其实是由员工的一些叫做习惯所引起的 坏的习惯 建立起来的时候不知不觉 但要改起来就非常困难 在未来我们即场解决施这个课程里面 将会去教导一个叫做 燃点他人可能性的那个模块 在里面我们除了会探讨 歪劳这个技巧 怎样可以帮助主管帮助员工改善自己 在职效或粗行上的问题之外 还会是用老神经科学的角度 告诉我们 教他们怎样可以运用简易的方法 去处理一些思考上的陷阱 和思考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很希望到时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一点 到时见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